据路透社报道 当地时间8月30日 俄罗斯西北部城市普斯科夫一个机场遭到无人机袭击 四架伊尔76运输机受损 其中两架起火 这些工机都是由两张硬纸板制成的简陋无人机发动的 机群从上百公里外的乌克兰飞来 他们向着特定目标俯冲并自爆 一举偷袭成功 为了研究这种纸板无人机的工作原理 我们找到了一架更简陋的双发三角翼飞机 希望通过分析其飞行性能 揭开纸板无人机的秘密 这架略显粗糙的遥控三角翼是一位小同学的作品 他用两个空心杯电机和直驱螺旋桨推动 推重比大约1比1 机翼后援有独立的升降舵和负翼 是非发现 该机只要离地就会剧烈上仰并左偏 无法达到力矩平衡 据小同学介绍 该机重心在机身中线1分之2处 但平板机翼只能获得有限的气流撞击胜力 作用在机翼的几何中心 因此升力会制造低头力矩 但上天安装的电机使推力线穿过重心下方 和两片上翼的副翼共同制造了更大的抬头力矩 导致它起飞时加剧后仰 如果将该机重心适当前移 靠较大的推力 它也能凑合着短暂升空 因为这符合两条朴素的航空理论 一是力大飞砖 二是飞机只需要机翼和发动机就可飞行 于是澳大利亚一家公司 据此设计了最简化的无人机 套材就是两张折叠的硬纸板 打开后发现纸板上已经切出部件的轮廓 还配有一根碳纤维大梁和几片翼类 动力和控制单元装在另一个盒子里 该机舒适款只卖1000美元 而尊享行政款则要卖4000美元 组装时先从一片纸板上 抠出机翼和副翼 再将翼梁穿过翼类 用热熔胶粘在机翼的指定位置 然后将机翼向上折叠 趁着热熔胶还黏糊 赶紧向下折 让纸板贴紧衣类 再用胶带粘上两片副翼 机翼的组装就算完成 接着从另一个纸板上取出机身和尾翼 用热熔胶粘把粘把 就是个带锤尾的盒子机身 插上机翼固定销 纸板部分及组装完毕 接着安装电机和螺旋桨 两片副翼各用一个舵机驱动 机身内放置飞控和动力电池 最后连接GPS接收天线和摄像头 飞机就基本完成 放飞前先向飞控输入目标位置 再把一个几公斤重的 黑锁金炸药战斗布放进肚子里 接上引信并把机翼盖好 用皮筋绑住就算起火 启动后扔出去 这架一展约2.5米的纸板无人机 会在GPS指引下 自主奔向目标 由于它采用后缘上翘的飞翼异形 后缘的复生力会使机翼的气动中心 也就是焦点 位置比一般的平凸异形更加靠后 使重心和焦点之间获得了足够的纵向镜稳定玉度 遇到突风造成的扶养扰动时 焦点处的生力增量能推动机身回正 因此该机不需要水平尾翼就能自主平飞 飞控只是控制两偏腹翼同向偏转进行扶养动作 或是控制腹翼压坡度完成转弯和横侧机动 从而节省了算力和耗电量 另外这架飞翼视频植翼 不仅简化了制作 还提高了机翼生力系数的协力 更有利于远距离飞行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款无人机的电池竟没有蓄标 真的能学航三小时 飞行120公里 飞机到达指定地点上空 红外线摄像头启动 飞控不断将采集的图像和数据库进行匹配 甄别出看起来最值钱的目标后 就会一头俯冲下去 而飞控和红外引导头的性能 决定了这两张纸板高达三倍的差价 感谢观看